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国军方连续数日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骤然升高了台海战争的危急 星期三8月10日 北京发布了最新的台湾问题白皮书 重申不放弃对台动武 并称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必须清除的障碍 台海危机是否会导致台湾战争 美国将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 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 请他来介绍专家的看法 方斌你好 林森你好 我们首先还是从佩洛西议长访台这个事件谈起 在战争危机升高的同时 美国国内对如何评估这次访问 也是产生了尖锐的分歧 请你介绍一下你所采访的专家他们的观点 好的 佩洛西议长访台 可以说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那么美国国内批评者认为 他此行缺乏战略威光 台湾置于遭中国攻击的危险境地 有的还说损害了拜登政府支持乌克兰的战略大局 那么支持者认为 他此行表达了对台湾作为民主盟友的坚定的支持 显示了美国在一旦中国武力攻台的时候 捍卫台湾的决心 那么佩洛西议长再次访问台湾 就是他的这一项访问 但刚才谈到很有争议了 那么他究竟这个访问是值不值的 你所采访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勇 那么李安勇教授认为 其实美中两国他们的基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可是双方在如何执行这些政策上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他认为这场危机是美中两国对抗 越来越激烈的必然的结果 我们来听李安勇教授怎么说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howing more and more support for Taiwan sending other high officials, cabinet ministers increasing weapons sales, military training rhetorical support mobilizing allies to see the Taiwan issue a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and so this is a trend that's taking place so Pelosi's trip is part of that trend so whether she went or didn't go I think that trend is happening so it isn't really that she made it happen it's just she is part of it and China decided to make her trip a particular moment a particular break point if you will in that trend that was China's decision which I understand from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they want to send a stronger and stronger signal and find a time to send that signal so when I look at it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 don't feel that it's a question of whether her trip was worth it or not worth it it seems to me it was just it didn't accomplish it accomplished another representation of 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but had she not gone this crisis would have happened sooner or later anyway Okay yeah yeah 林森知就是那个林安有教授的 这个看法 嗯 那么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之后 我们已经注意到就是中国已经连续 好几天啊 进行了这个规模和强度 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 那么就引发了国际社会 对于北京 到底会不会真的要对台湾发动战争 这样的一个讨论 关于这个问题 您采访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采访了塔夫特斯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 麦克·贝克利 那么他是今年8月出版的 《危险区域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冲突》 这本书的作者 他最近还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哈尔德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即将到来的台湾战争 那么在贝克利看来 他不认为台海战争迫在眉睫 但是他认为在未来五到十年内 是中国最有可能武力攻打台湾的这样一个时期 他称这个时期为北京所拥有的一个军事机会的窗口期 我们来听他解释这个窗口期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军克利教授 他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窗口期 就是在美国和台湾 在这个防御体系的这个改造方面 他们要完成要到2030年 这这窗口期就是留给中国 是从五年到十年这样一个时间之内 那么台海危机加剧的同时 还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说了 说那美国的对华政策 应该从传统的 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叫做战略模糊 转到这个战略清晰 很明确美国捍卫台湾的立场 那么你所采访的专家 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是的 那首先我来讲一下 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模糊 指的就是一方面 美国通过了这个三个公报 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属于中国 但是呢不表示同意 只是承认 另外一方面 美国又通过了台湾关系法 和六项保证 来协助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 那么随着习近平对内对外 推行镇压和扩张的政策 尤其是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所以呢就有美国专家就认为说 美国应该明确在中国武力 攻台的时候 美国捍卫台湾的这样一种立场 把它明确起来 拜登总统本人就多次 在公开的场合表示过 这样的一个立场 但是事后呢 白宫又立刻出来纠正 那么现在主张这个战略清晰的 这些专家就认为说呢 只有清晰的表达 才能对北京的武力攻台 形成一种威慑 但是呢 我采访的连有教授说呢 他并不赞成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解释 Decisive factor is not abou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says but about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credible military deterrent against China so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study what is China's strategy what platforms does China have what training does China have and then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have an effective credible deterrent my assessment is that right now and I base this on Pentagon reports from every year about the PLA the Pentagon says that right now the Chinese have an asymmetric capability of threatening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and air and naval bases in Asia so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have a really credible deterrent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 say the key thing is to adapt and build up our military posture so that Beijing understands that it cannot win a war that it would launch against Taiwan so I'm not in favor of making a change in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to strategic clarity when we don't have the actual military deployment to enforce strategic clarity 李恩友教授 是不太同意 就是应该转为战略 清晰的 李恩友教授 他刚才 谈到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 大概就是 应该是指的 美国国防部 2020年9月发表的 这个解放军 战力的一个报告 而其中说的 这种不对称的 这种能力 有一些专家就认为 主要是指的 解放军 是有数千枚的 这样陆基的弹道导弹 它具有摧毁美国大型 船舰的能力 你采访的专家 对于美国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能够有效的应对 或者有效的反制措施 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采访这个贝克利教授 我在问他 如何避免可能的 台海战争的问题 因为他说 台海战争并不是必然的 可避免的 那我在问他 如何避免这个 台海战争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 美国应该把主要的目标 放在部署 针对中国入侵舰队的 精准制导导弹的 部署上面 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形成 对中国入侵的威慑力 我们来听贝克利教授这么说 我认为这种问题是很难以为 这种困难以为 这种困难以为 他们在写兴建议 他们在写兵的写兵 他们在写兵的写兵 在写兵 所以如果能够 建议 你能够 能够 尽量 李卓利教授还认为解放军的军演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目的首先是遏制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认同台湾事实上独立的这样一种趋势 同时也含有在需要发动战争的时候可以利用这样的军演来对台进行突然袭击 林森 好 谢谢方斌 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 谢谢